他等待了千年的样子,想起了爱情,这部电影值得一看,金人话题,2005年上映一部被低估的国产奇幻大作,十几年后再看依然经典,相信说到这一部2005年上映的影片,很多小伙伴应该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,没错,他就是神话,这部由成龙、金喜善、梁家辉等主演的古今交错的神话爱情故事,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呢? 不说别的,仅仅是里面的特许,直到如今法徒都是非常喜欢听的哦,这部影片以秦朝为背景,讲述了秦朝大将军蒙义与朝鲜公主玉树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,两人在坠入万丈瀑布后日久深情,场景切回现代,考古学家杰克为了解开梦境之谜来到了西安,在此处杰克慢慢的想起了前世,也见到了梦寐以求的玉树公主,两人经过千年终于再次相见,影片古今春差,在当时可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好片子,哪怕是到了如今,依旧是经典中的一部片子, 快告诉法徒,你的脑海中是不是已经浮现出影片中一个个的场景了呢?